MING PAO TORONTO 想跟上下一檔的標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te ID是WE178Wi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今天是11月24號星期五 祝福大家週末愉快 昨天晚上的美股市沒有開盤 感恩解修市 台子夜盤也沒有太大變化 就小漲了15點 所以今天預計整體盤是會稍微的 比較凌亂 而且比較冷清一點 尤其是說今天的中午 今天中午是會稍微的 總統大選的最後登記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說 今天的中午 整個盤面一定會比較凌亂 我覺得說特別需要去注意的就是 只要是跟 比較偏向選舉有關的一些概念股 都是純技術面去操作就好 包含說一些綠能 風電 生技 觀光旅遊 這些東西 它是純粹靠著消息面在推動 所以就是純粹去用技術面操作就好 這是今天 整個盤面一定會發生的狀況 尤其是越接近五盤 那個會越明顯 就需要特別去注意 好 因為說 昨天跟今天 外資都已經去放感人節假期了 所以整個盤面比較清淡 那會有一些節錢賣壓 這些都合理 這些都很正常 你去看昨天的盤面 昨天盤面有一些強勢股 跌幅是比較重一點點 這沒有什麼 這就是一個正常的震盪 這沒有什麼好去擔心的 很正常的震盪 包含說什麼 電影投控 包含說系統 精力科 或是說 像是我們的勵志 這些都一樣 就是說昨天在外資 放下錢稍微有一點賣壓 這沒有什麼 就是節錢稍微的震盪而已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說 這個時間就是一個 不折不扣 你肉眼可見的多頭行情 肉眼可見的多頭行情 你不用去說 就是說已經這麼明確的多頭了 你不用去看說 接下來會漲到一萬八 一萬九還是兩萬點 我們就是專注在 下一檔的標股在哪裡 拉回來我們就是找機會 當指數休息 外資休息 我們就是找機會 找新股票的機會 因為這就是多頭 多頭行情 你不用去特別分析說 大盤會走到哪裡 會怎麼走 我們就是專注在拉回來的 每一次機會 因為這跟去年不一樣 如果空頭行情 空頭行情我們當然要去判斷 底部在哪裡會跌到什麼時候 多頭行情完全不需要 而且現在叫做多頭輪漲 所以你看指數簡單看一下就好 因為就像我講的 停止升息到下一次正式降息 回歸獲利數字 多頭輪漲 你去看這個線圖 看起來像空頭 看起來要反轉 這就是一個不折不扣很標準的多頭行情 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現在是一個很標準的多頭 因為說技術面的乖離稍微的偏大 所以要讓它稍微的橫盤整理 去收斂它的乖離 我給大家看一下 你去看它的技術面你就知道說 為什麼說這個時間點 震盪會比續漲還要來得好 當它在震盪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你看指數 我給大家看 月線跟季線 以目前來講 不論說加權指數 還是說貴買指數 跟月線跟季線的乖離都很大了 這個乖離已經很大了 如果說乖離再不去收斂 一旦說發生什麼樣的小狀況 它收斂的幅度就會很大 所以目前最好的狀況一定就是說 加權指數以盤代跌橫盤整理 橫盤整理之後 月線跟季線慢慢的往 去收斂它的乖離率 往原本的價格下去做靠攏 乖離率收斂之後 就會再繼續往上攻 所以目前整體來講 就是橫盤整理 區間震盪 等到技術面收斂上去 繼續再創高 當然說在震盪這期間 就是以各股表現為主 所以我才告訴大家 這麼標準的多頭輪漲跟輪動 你說去判斷說大盤漲到哪裡 一萬八一萬九兩萬點 什麼時候要反轉 這些都是浪費時間 我們就是專注在下一檔的標股在哪裡 尤其就像我講的 這個時間點我們要 開始要去佈局屬於2024全新的標股 因為說大家先加入我們的Lite 右下角的QR Code 你可以直接掃描 用開啟手機的相機掃描 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可以直接加入 你手上的個股有任何的問題 或是說你不知道要買什麼 現在怎麼去買 直接詢問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視訊我們的Lite詢問 好 那就像我講的 這個時間點 2023年獲利怎麼樣 都已經不重要了 現在的股價 2023年的狀況早就反應完畢 現在要看的是2024 那我跟大家說 2024有幾個重點 2024的主流 一定會是新主流嘛 這沒有問題 新主流就包含像是 包含像是Wi-Fi 7 這算是新主流 包含像是矽光子 這也是新主流 還有包含一些汽車板 電動車這些都是 還有另外一塊 除了說新主流以外 還有另外一塊 就是原本已經疲落很久的產業 它會開始往上去發酵 它會開始迎來一個新的轉機點 這個產業就是MB跟PC的族群 因為MB跟PC的族群 它已經爛很久了 大概兩年 它已經疲落兩年左右的時間 因為說明年 在今年年底MB跟PC的庫存 已經回到一個正常的水位 回到一個正常的水位 又加上明年有AI的應用 因為今年是AI的萌芽 明年是AI的應用 應用會先用在哪裡 就是用在PC跟MB上面 所以你會發現到 近期很多的 曾經的強勢股 全部都漲上來了 因為它在2024會迎來轉機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講 有幫大家準備了兩檔 兩檔在2024有機會 重返榮耀的大標股 我們先看其他的 2355的進棚 你去看 這就是一個標準的多頭輪漲 多頭輪漲行情 我們就是專注在下一檔的標股 這裡嘛 汽車版的需求回溫 當時告訴大家 Tesla、福斯跟同用汽車 同時間大漲 福特拉 同時間大漲 這個位置往上拉 我們買在這裡 這些都是公開講的喔 公開講公開操作 這裡買完之後 最後一次進場是這根紅K棒 紅K棒買完隔一天 就隔這麼一天 一根場停板 11月16號一根場停板 11月17 上週五第二根漲停板 11月20號第三根漲停板 一直到本週二 半根漲停板創高 當時告訴大家 這個位置我會先獲利出行一趟 大賺40% 昨天小幅度的震盪 整體來講相對都是強勢 2355的進棚 不是說漲了三根漲停板 才跟大家說我們在 底部之前都已經進場 我們是公開告訴大家 定領投空解禁之後 位階最低的會是進棚 那進棚就可以下去做留意 我們也去買進棚 一個禮拜時間 真的就是一個禮拜的時間 40% 大賺了40% 三根漲停板 一個禮拜三根漲停板 大賺40% 所以這就是我講的嘛 做股票一定是這樣 不論你做什麼商品都是這樣 這個定率不會改變 抓大放小 你只要抓到一次大行情 就大的行情你抓到一次 你可以抵過好幾十次 甚至幾百次的小賺小賺小賺 一定是這樣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 你在今年你錯過什麼行情 什麼股票都不重要 這些都不是重點 錯過就錯過了 無所謂 但是最重要的是 接下來的大行情 現在的大行情 你一定要把握 就是說你把握住這一次 現在的大行情 你今年完全都沒有賺 說今年就賺這一次 這個獲利就夠了 因為這就是股票市場的定率 你說如果說今年 有哪些大行情的話 我覺得今年的大行情 就兩次 就兩次 第一次是偽創大漲那時候 偽創我們賺100% 廣達我們賺了85% 就大概6月7月那時候 AI股百花齊放那時候 那時候那一次算是第一次的大行情 第二次的大行情就是現在 就是現在 所謂的大行情是說 就整個個股百花齊放 單做賺個40% 這才叫大行情 所以你看 2355的禁棚 有沒有 買完沒多久 40% 好那就像我講的吧 當大行情來了 我們只需要專注在一件事 下一檔在哪裡 禁棚漲完之後 不用特別去追禁棚 6799的萊捷 有沒有 禁棚沒買到不用去追 我帶你來買萊捷 愛普入股之後 就算訂單不變 他訂單本身就好 他本業就已經不錯了 但是就算本業不變 愛普入股 有IP的色彩 平價往上提高 股價空間就變大 我們在這三天買進 這三天買進 一根漲停板 才三天一根漲停板 11月20號半根漲停板 一直到昨天 就昨天喔 11月23星期四 繼續再創高 169.5 繼續再創下了波段的新高 這一段也是20% 也是足足20% 所以你看 這才是多頭行情嘛 這才是多頭行情應該有的樣子啊 40% 30% 20%這樣賺 而且這都是集中在這一兩週的時間而已 就這一兩週的時間 40% 30% 20%這樣賺 這才是多頭嘛 所以我在上個禮拜就跟大家說 16000到17000點錯過沒關係 因為來得早不如來得巧 很多人說 16000到17000點 這1000多點的行情 我怎麼都沒感覺 大行情就還沒來 也會有什麼感覺 是吧 現在就是真正多頭輪漲的行情 所以你看喔 好來解錯過了怎麼辦 來解錯過 我們在本週一再告訴你 可以去買神機 30015神機有沒有 星期二星期三 星期一跟星期二 又是兩根漲停板 再來 3324的雙紅 雙紅也是啊 3324的雙紅 當時我們跟大家講 奇紅靠本益比雙紅靠數字 而且雙紅正式宣佈 切入了一冷室的產品 一冷室的產品毛利非常高 比氣冷室的高大概是10倍左右 數字漂亮 這裡告訴大家 往上拉348 11月16日再告訴大家 早晚會創高還有空間 11月20日本週一 大漲了7% 將近是一根漲停板 大漲7% 將近是一根漲停 本週二繼續創高388 昨天小幅度的震盪 相對都還是強勢 好那就像我講的 現在的行情好在哪裡 現在的行情最棒的地方 就在於說 它叫做多頭輪漲 多頭輪漲 多頭輪漲 多頭輪漲就是說 你錯過A 我再帶你去買B 你錯過B 我再帶你去買C 永遠不用去追 這一檔已經上去的股票 就是說很多人會說 雙紅漲上去 進捧漲上去 我能不能追 回檔之後我能不能買 我就說了 現在就是多頭輪漲 你不用去針對特定一檔股票 錯過就錯過 我帶你去買蝦來檔 你錯過進捧 我帶你去買萊捷 你錯過雙紅 我帶你來買荔枝 是吧 這些我們都是公開告訴大家 你錯過雙紅 沒關係你去買 一樣是做水冷 一樣是通過驗證 本益比一樣低的 3483的荔枝 這裡 有沒有 當時來告訴大家 11月10號公佈 10月份的財報 然後10月份的營收不好 往下跌 這就是絕對買點 我要跟大家強調 單月營收不重要 單月營收不重要 重要的是全年度的獲利 全年度的獲利 跟季報 季報跟年報會比較重要 單月營收就是看看就好 尤其是有一些單月營收 它反而會是長線的一個 很好的切入點 11月21 大漲7% 本週二 本週二 大漲7% 往上拉 本週三 半更漲停滿176 昨天 繼續再創高 來到了15年來的新高 最高來到180元以上 180元以上 這一段的獲利 我們最低成本是落在140元以下 140元以下 這一段將近是30% 足足30% 昨天創下15年來的新高 小幅度的震盪 消化一下賣壓沒有問題 而且成交量也沒有放大 沒有太大的問題 它都還有空間 所以這就像我講的 現在的行情是一個 露眼可見的多頭輪長 露眼可見的多頭輪長 我們現在要思考的就一件事 下一檔的標股在哪裡 因為當大行情來了 你要做的就是 能夠投入多少資金 就盡量投入 能夠賺多少盡量賺多少 可用的資金全部拿出來 因為這就是大行情 所以如果說不知道要買什麼 怎麼去買 打電話進來 或直接私訊我們的LINE 你直接用手機的相機掃描 QR Code可以加入 那下半段回來 我會跟大家講 我們全新推出的兩檔 重返榮耀系列 曾經的大標股 明年有機會大爆發的股票 它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現在台子期貨是 小漲了40點左右 算是不錯 昨天美股沒有開盤 現在漲40點 所以今天台股表現 一樣會不錯 因為說外資 還沒放假回來 所以就是會稍微的冷清一點 把握這個機會 把握指數在中繼整理 收斂乖離這個時間點 好的股票切入點就是現在 那當然說今天越接近中午 越接近午盤 整個盤面淋亂度一定會提高 可能會變成說 隨著消息面 生技類股 重電類股 綠能類股 觀光旅遊 甚至航空類股 這些一定會被衝來衝去 一定會被衝來衝去 就是隨著一些選舉的消息面 它會讓這些股票波動非常的大 那就特別去做留意 有時候很多人會問 觀光能不能買 整個航空業者 生技能不能買 就像我講的 這些跟消息面比較相關的股票 你就純技術面去做就好 所謂的純技術面就是 你用五字線 你就專注在五字線 突破 跌破你就出場 突破你就進場 或專注在十字線 越線 什麼線都好 反正就是純技術面 你不要去管它基本面怎麼樣 純技術面 跌破你就出場 就這麼簡單 消息面的股票就是這樣做 好 那就像我們剛剛所講的 我們現在要買的 就是2024 有機會重返榮耀的一些大標股 為什麼說它會重返榮耀 其實我覺得說在2024年 最有機會的應該是 NB跟PC這一群 除了一些新的產業以外 一些新產業就包含說 光通訊 細光子這些 除了說新產業以外 曾經的產業 在2024最有機會轉機的 就是NB跟PC 因為NB跟PC整體的族群 它已經爛了兩年 它近兩年 事況真的不好 真的不好 因為說疫情的影響 後疫情時代 大家的電腦的需求 又慢慢的降低 所以就變成說 NB跟PC它的庫存高 需求又不好 但是它撐了兩年 終於熬到了庫存消化完畢 就在今年第四季 今年第四季 很多NB跟PC的庫存 已經消化到了一個 合理的水位 又加上說 明年就像我講的 今年是AI的萌芽 明年是AI的應用 AI的應用會現用在哪裡 它就會現用在NB跟PC 只要說 AI跟NB跟PC結合 它就會形成一個很新的趨勢 就是AI PC或是AIMB這個東西 我覺得說 只要AI跟PC結合 在明年 手機 筆電跟個人電腦的這個產業 一定會有大轉機出來 所以這就是我們現在需要去留意的 尤其是說 因為NB跟PC 它算是說剛剛從谷底復甦 所有的產業從谷底復甦 它都有一個特色 它會先從集單開始接 集單 因為所有的產業剛復甦 不會有客戶敢去下長單 因為它不知道說復甦情況怎麼樣 所以一開始的復甦 一定都是從集單開始接 下了集單之後 它會開始慢慢變成說短單 短單下完之後 它才會去把它延伸成長單 不會有人在一開始產業股底 就馬上去下長單不可能 一定是從集單開始下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近期很多股票 包含說華碩 神機等等的 這些它都是接到一些集單 集單有什麼特色 集單的特色就是 既然說集 你集著要拿到 售價很高 售價高 毛利就高 毛利高 盡力就會比較高 所以集單其實 它對於公司的營收 貢獻度是非常的高 所以你會發現到 每一次這種產業復甦 過後的一到兩劑 獲利都會大爆發 真的都會大爆發 因為這全部都是集單堆出來的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我們接下來要買的 大行情來了 我們就賺注在下一檔 下一檔就在這裡 昨天才告訴大家的 網通的便宜黑馬股 它就是MB跟PC相關的產業 在明年有機會大爆發 它是曾經大漲過300% 曾經大漲過300% 漲上去一段 疲弱兩年 震盪下跌了兩年 為什麼震盪下跌 因為庫存太高 需求不振 所以緩跌了兩年左右 這是週限 緩跌兩年左右 一直到 今年第四季 開始要再轉強 所以明年它就很有機會 重返榮耀 這檔股票 因為說昨天我們推出 很多投資人來電 很多投資人來電 或視訊我們的Light 現在右下角 你想瞭解 你就直接掃描 用開啟手機 用手機相機掃描 右下角QR Code 很多人說這檔股 因為這檔是偏中高價 股價太高怎麼辦 沒關係 大家覺得股價太高 我們昨天在推出全新的一檔 一樣是重返榮耀系列 一樣是在明年會大爆發 一樣曾經大漲過300% 但是它的股價更低 再更親民 這一檔 觸控IC的黑馬股 你去看 有沒有這個線圖 幾乎是一模一樣 這是兩檔不一樣的股票 不是一樣的股票 你看這個線圖 有沒有 幾乎是一模一樣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是MB跟PC 相關的產業 既然是相關的產業 明年大爆發機會 就非常高 曾經大漲過300% 庫存太高 疲落了兩年左右 疲落兩年左右 在今年的年底 庫存回到正常水位 加上明年新AI的應用進來 又加上短期內極單的挹注 明年很有機會大爆發 這一檔股票是中低價位的股票 所以同樣是重返榮耀系列 明年有機會大爆發的 一檔是中低價 一檔是中高價 任大家挑選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這就像我講的 現在就是一個肉眼可見的 多頭行情 我們就專注在一件事 下一檔標股在哪裡 下一檔的標股在哪裡 下一檔我們推出來了 就這兩檔 喜歡中高價有中高價 喜歡中低價有中低價 題材都一樣 它的利基點也都一樣 明年都有機會大爆發 打電話進來 想了解就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是直接視訊我們的LINE 直接掃描 我們簡單看一下今天的盤面 今天盤面 估計會比較凌亂 沒有什麼太大變化 有幾檔特別需要去做留意 其實你可以去留意一下 就是COAS的 COAS在明年 也算是一個還不錯的產業 還有像是2313的滑通 2313的滑通 因為說它的位階相對比較低 相對比較低 也可以特別下去做留意 還有 6274的台藥 我一直在強調 銅箔基板廠 只要說AI持續發展 一定不會缺少 包含說6213的聯帽 也是一模一樣的概念 這些都是可以持續下去做 留意的股票 所以 把握這樣的機會 今天整體盤面因為外資放假 又有消息面的干擾 比較凌亂一點 但是這絕對會是一個非常好的切入點 所以想了解這兩檔全新的股票 打電話進來 或私訊我們的Light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